是小碗的是吧 黄酒配牛肉面呢 正宗的襄阳牛肉面啊 这里的老板是做了20多年的 一早上就做满了人 吃牛肉面和黄酒 他这个黄酒非常有特色 是自己自酿的黄酒啊 我们来看一看 老板 拿到下面了 老板 我问一下你们这个电视 开了多少年呢 开了20年了 开了20年 我们主打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的特色是什么 特色牛肉面 炸酱面 牛肉面 炸酱面 然后我们的黄酒是 黄酒自己酿的 这个就是一开就是这么大的面积吗 炸酱面比较小一点 炸酱面比较小一点 你这一天估计能够卖出多少碗面呢 四五百碗面 四五百碗 他这生意还是非常好啊 他这生意还是非常好啊 香港人的快乐啊 吃点牛肉面 喝点黄酒聊聊天 你把这钻起来搞一颗 搞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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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酒好 黄酒好 虽然今天天空下的雨啊 但是还是阻挡不住我们 襄阳人民的热情啊 还是很多人到这边来吃面和黄酒 襄阳牛肉面啊 看 满满一大碗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啊 首先这个面呢 用的是这样的碱面 是非常的劲道啊 下上牛肉面的色点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油 首先这个牛油非常的多啊 一般的话 外地人可能第一口下去不习惯 还是一麻 二辣 三鲜 所以第一口下去应该就是麻辣 麻辣的感觉 就是 这种麻辣的感觉是很强烈的 所以第一口下去 平时吃麻吃辣少的人 可能会有一点点呛的感觉啊 但是适应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这个味道非常好了 牛肉切得像麻将块一样 估计这一片牛肉可以当 兰州牛肉面的一碗牛的量啊 我们虾羊老乡做生意就是实在啊 看 面多肉多 我们吃完了 但是这里面的人 是更多了 络绎不绝 生意太好了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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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